这个狡猾的苏军俘虏 扯下半截裤衩冒充伤兵 因为伤员不用去体力劳动 而一旁真正受伤的伊万 却主动拿起铁锹要去干活 这时一名德军长官走了过来 他告诉伊万伤员可以不用劳动 但伊万却不想接受德军的怜悯 执意要去进行体力劳动 军官看着他一脸认真的模样 便哈哈大笑起来 随后小手一挥 允许伊万前去劳作 然而下一秒 德军就将所有伤员赶进骨仓活活烧死 那名冒充伤员的俘虏也没能幸免 真是聪明反被聪明误 德军压着剩下的俘虏 准备送到前线挖战壕 但负责押送的士兵还没有俘虏一半躲 于是战俘们拿起铁锹展开了反抗 因为距离太近 德军根本没有机会开枪 只能和战俘们进行肉搏战 混战中 伊万被一名德军士兵从背后锁住脖子 眼看他就要坚持不住 好在战友及时出现 一枪拖打晕德军士兵 将伊万救了下来 很快这群德军就被消灭殆尽 但战俘们还没来得及休息 德军的增援部队就赶了过来 上校见德军人多势众 于是他让谢尔盖带着伊万先行离开 自己则留下来断后 就这样少校带领着剩下的战俘 手持铁锹大喊着乌拉向德军冲去 另一边 谢尔盖带领着伊万逃了出去 但伊万刚醒来就听见一阵摩托声 两人赶紧进行查看 原来是几名德军迷路了 伊万想起惨死的战友 再也控制不住自己的情绪 于是他拿起步枪瞄准了德军 突如其来的袭击打了德军一个措手不紧 仅剩的一辆德军摩托只得落荒而逃 伊万拿走德军的机枪后 便和谢尔盖一起驾驶着摩托车 向莫斯科的方向逃去 直到摩托车没有 两人才下车改为不行 但他们刚走出没多远 就发现路边停着一辆冒着黑烟的德军卡车 伊万赶紧趴在地上架起机枪 掩护谢尔盖前去查看情况 没一会谢尔盖带回一名苏军士兵 士兵说他们遭到了德军的袭击 战友全部牺牲了 只剩自己活了下来 于是谢尔盖将他收入麾下 三个人一起继续上路 当他们经过一座古堡时 发现德军的大部队正在赶路 伊万知道德军肯定有行动 为了阻止德军继续前进 伊万打算伏击这支德军 可由于他们缺乏重型武器 不能对德军造成实质性伤害 因此伊万不敢轻举妄动 就在这时 那名年轻士兵回来报告 他在后山发现一整车的武器弹药 旁边还有一门大炮和一名炮兵 伊万看着整车的武器弹药 兴奋地将所有人召集起来 他们将大炮推进古堡 准备依靠古堡对德军展开伏击 看战斗民族四名士兵如何伏击德军一个师 他们推来一门大炮 调整好射击角度后 迅速装弹上膛 一切准备就绪后 随着伊万的一声令响 一炮直接击中了德军卡车 这突如其来的攻击 打了德军一个措手不及 他们赶紧躲藏在卡车下面 向山上的古堡展开反击 但伊万他们躲在古堡里面 子弹根本无法击中他们 因此他们肆无忌惮地朝着德军开炮 一时间德军死伤惨重 不过很快德军就反应过来 他们搬来迫击炮朝着古堡黄轰乱炸 但好在古堡足够坚固 虽然在里面被震得头昏脑胀 但这并不能对他们造成直接伤害 德军见古堡迟迟无法炸开 只得从侧面发动突袭 但伊万早已架好机枪等待他 德军长官眼看强攻不下 于是他下令将古堡团团包围 并且布施派出士兵进行突袭 但苏军小队利用地形优势 每次都将德军成功击退 可德军毕竟人多势众 在被围困一天一夜后 伊万他们彻底弹尽两绝 最终只能沦为德军的俘虏 四人被带到集中营内 和其他战俘关押在一起 这时一名德军长官出来迅环 他劝这群俘虏向德军投降 可一名正气凛然的士兵直接走了出来 他说自己就是死也不会向德军投降 不等他说完 德军长官便掏出手枪 直接一枪击毙了士兵 剩下的俘虏被吓得赶紧投降 纷纷穿上了伪军的制服 为了让这群俘虏更好地效忠德国 德军每天让他们观看元首的演讲 为他们灌输内粹思想 而伊万由于军衔太高 被德军单独关押 这天德军将他带到一个废弃的仓库 而里面摆放的 正是伊万袭击德军的那门大炮 原来德军在古堡伏击战中 见识到了这门大炮的威力 可他们修了半天 也没能将大炮成功修好 因此他们将伊万带来 让他帮助德军修好大炮 伊万知道这是逃跑的最佳时机 于是他在简单倒过几下后 便对德军说大炮损毁有点严重 仅凭他一人是无法修复的 需要将他的三个队友叫来协助 德军并没有多想 很快就将他的三个队友带了过来 趁给大炮进行维修的时候 伊万悄悄告诉三人 一会再回去的路上 只要有机会他们就逃跑 队友们都心领神会 很快他们就将大炮修理好 德军将他们重新压上卡车 在车上四人开始交流眼神 准备寻找机会进行逃跑 而此时德军却轰然不知 他们一起嬉笑打骂 士兵悠闲地吹着口琴 然而下一秒 他的步枪却倒在了伊万手边 伊万赶紧一把夺过步枪 德军士兵还想进行抢夺 但却被伊万的队友压在身下 剩下的两名德军反应过来 刚举起枪准备射击 一名苏军士兵就扑了过来 即使身中一枪 也强行将德军扑下卡车 后方德军的摩托刚好从两人身上压过 因此也撞在了路边的树上 随后伊万一枪解决掉卡车司机 三人从车上跳了下来 没两下就解决掉全部德军 而刚刚掉下卡车的那名战友却已牺牲 众人还没来得及悲伤 德军的增援部队就赶了过来 伊万只得带领队友往前逃跑 但不幸的是 前方也有德军的援军 眼看三人就要被德军包围 情急之下 伊万带领队友从桥上跳了下去 德军在桥上朝着河里不停射击 但伊万他们早已游远 这边德军长官收到消息后 立即派出一个营前去搜捕 三人上岸以后不停奔跑 却意外发现德军军官正在眼吹 军官坐在河边喝着啤酒吃着烧烤 旁边还有一名厨子正在坐着烤鱼 而周边的守卫全部都是伪军 年轻士兵见词走了出来 他想劝说这些同胞一起反抗 但这些伪军早已被德军成功洗脑 年轻士兵刚举起石头 就被叛徒们乱枪打死 此时德军士兵都被年轻士兵所吸引 于是伊万和谢尔盖一起冲了出去 他们从背后解决掉两名哨兵 然后架起摩托车上的机枪 对这群叛徒展开疯狂扫射 解决掉所有伪军和德军长官后 两人驾驶着缴获来的汽车继续上路 没想到迎面却碰上德军长官的汽车 谢尔盖架起机枪就是一通扫射 车上的两名德军士兵还没反应过来 就当场领了盒饭 军官赶紧拔出手枪进行反击 一枪打中了谢尔盖的肩膀 伊万见状愤怒地猛踩油门 直接向德军的汽车撞过 可没想到自己撞晕了过去 德军军官却毫发无损 就当军官以为危险解除 放松警惕的时候 伊万突然醒了过来 他从背后勒住军官的脖子 最后将他活活勒死 随后伊万带着谢尔盖继续逃跑 但谢尔盖还是因为伤势太重不幸去世 至此四人逃亡小队只有伊万活了下来 而他也成功地回到苏军阵地 并且一直战斗在最前线 最终在1945年 伊万和战友们一起 大喊着乌拉冲进了柏林